我们开门 我们是可以晃醒的 我们要上马路上去 这离楼太近了 不行 我是老师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别激动 我知道 你别激动 别动 别动 我先打个电话 我先给领导打个电话 承认一下 你先别激动 都是孩子 就我们最小 他们没有家长 我就是他们的家长 他们不能出事 我们上马路上去 可以吗 马路上也很危险 但是我们不能离这个楼太近 我们不能离这个楼 上这个东边 那个孔鲜剧情 上那里去 东边也有 遇到紧急问题的时候 我是按照教科书的方式 或者是老师教我的方式 远离高大的物体 到空旷的地方去 远离电行单等等 可能呢 大爷他的出发点呢 也是为孩子好 但是呢 他们的心态呢 就是保护孩子的安全 在他们的可控范围之内 我的内心 当时说不上紧张 也说不上害怕 就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 我第一反应 这个屋里就会晃 我把我晃醒了 我第一反应以为是台风 后来我想了想不再对 第一反应就是 我要带孩子们 找到安全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男生宿舍 那边是住在二层 我们在女生宿舍是八楼 孩子们都很小 我们不能楼电梯 我们是从楼到下来 还有我们其他住的 有一些不认识的人 他们都哭着跑下来 但是那个时候 我不能哭啊 我得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凌晨2点33发生了地震 但是我们集合完的这个时间 楼下的时间就是2点37